给您说下面这条新闻之前呢 先带您回顾一组图片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 在8月初 有几个年轻人在西安古城墙下为了逃票 一个帮一个的翻城墙 可是呢同样的地点 又发生了更加戏剧化的逃票方式 15号有网友上传了一组图片 您瞧 上回呢是从上面翻 这一架呢是从地下钻了 大人带着孩子 硬是从一个硬井钻进了城墙公园里 井盖开着 这一半在铁栅栏里面 另一半呢在外面 于是两位家长领着孩子 就这么下去再上来逃票了 如果您没去过西安 看着这不惜一切的逃票方式 您肯定就在想 这门票肯定贼贵了吧 其实多少钱呢 成人加40学生半价 好像这个价格也不是吓死人的那种 所以呢有网友说了 价格不贵 可是让孩子跟着大人这么干 代价有点大 我觉得也是都出来玩了 索性就痛痛快快的 更别为了一些小便宜失了分寸 得给孩子做一个文明的